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这三大生肖七月下旬起大喜大福 横财不断 事业亦非冲天 富贵不愁 其中有你吗 生肖鸡天资聪颖 心地善良 因为性格的原因收获了不少的人脉 为成功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七月下旬起大喜大福 横财不断 事业亦非冲天 富贵不愁 得福于天 成功月的龙门 翻身做主人 有幸运到命里的贵人 人气暴增 只要把握好机会就能富贵过一生 五行水成为化解 厄运之源 身边贵人不少 享福比天更长 到老都是一世无忧康见命 单身者有机会再聚会 社交的场合遇到心仪 欣赏了对象 并很快被吸引 有些人可能已经对你产生好感 甚至发出暧昧的讯号 你也许有些心动 建议你好好观望 很多事情变得物理看花充满着迷惑 生肖羊生肖属羊的人 前段时间没运缠身 心情无比的不舒畅 坎坷不断 加上小人的作祟 可谓是乌漏又逢连夜雨 要生肖属羊的人生活当中没有了起色 人生的运势和事业也是跌倒了低谷 七月下旬起大喜大福 横财不断 事业亦飞冲天 富贵不愁 有好大的机会 咸鱼翻身的机会终于到来 所以生肖属羊的人 命宫当中有财星相助 在人生的好运到来之际 喜鹊也会帮助你叫上几声 所以家中喜鹊叫财运 要来到 好事进家门 事事趁心如意 所以一切都开始顺心如意 进家门 将来也会收入一路猛涨 生肖龙我们都知道算命的总会说 一喜挡三灾 西施来了 灾难自然也就过去了 每一个大月都是以十年为基础的 属龙之人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运势并不理想 生活经历了比较大的动荡 但七月下旬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你们的好运气已经来到身边 七月下旬起大喜大福 横财不断 事业亦飞冲天 富贵不愁 百财加深也不是难事 而且凭着你们的智慧 会让自己越来越好 如果有您或您家人 点赞 留言 转发都能接住 并且增加更多的好运哦 好运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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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